一千五你算一下 里長發放重陽金老女金 拿到的長輩們都笑得何不容嘴 只是六年前北市取消之後 老人家的小確幸也跟著消失 如今又終於即將恢復 客一賣關子只說下午就會宣布 但心中其實滿滿不爽 回顧科P上任第一年還正常發放 第二年突然取消 還說發錢是民粹引發爭議 去年議會通過自治條例要求恢復 市府提複議失敗 又向行政院申請無效也遭駁回 被逼得低頭 儘管最後拍板發一千兩百元 應該由市長親自宣布 但科P認為違背自己的施政理念 決定不出席背書 如果柯文哲這麼在意敬老金這個政策 他就應該要列為民眾黨的共同政見 柯鴻安如果當選新竹要不要取消重陽禁老禮金 賴香檸如果當選桃園要不要取消 如果你不敢把他列為你們民眾黨的共同政見 那就是你柯文哲個人在打嘴炮 很酸柯文哲預算沒花在老人身上 還要製造四代對立 被市重陽禁老禮金重新發放 正義不休 好 禁老金過去台北市是花一千五百元 那柯文哲上任第一年之後就把它取消了 所以最近幾年是都沒有發的 那現在呢 因為其實柯文哲之前一直狀告到什麼行政院去 要求問說到底有沒有跟地方法規來抵觸 那後來其實行政院也有回函說 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發放重陽禁老金是完全沒有抵觸憲法 跟地方法規這都沒關係 可是呢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真的要發的時候 這個時期姐 柯市長的態度是怎麼樣 一聽起來 只要發這個禁老金 他的確是在製造一個世代上面的對立 首先這件事情是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了決議 按照民主的遊戲規則 你市政府當然應該照辦 沒有什麼情緒不情緒的問題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覺得市議會我視之於無物 那就可以證明你毫無民主法制的觀念 因為市議會通過了你當然應該照做 還在那邊找一大堆藉口 更何況你台北市政府其實已經窮盡各種申訴管道 全部被打回票 那所以當你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要藉口那麼多 說去借錢來叫兒子孫子還債 如果你不要亂浪費錢的話 兒子孫子為什麼要還債 你要不要去問一下你自己的神奇機台 花了多少錢 你的口罩機用了幾天花了多少錢 台北市浪費的錢要遠遠超過你去籌 這個敬老津貼的錢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口口聲聲在那邊 你看我都是為了子孫 我都是這個新政治 帶頭破壞所謂新政治的 就是你本人 所以剛剛還看到一段新聞影片 就是說他的副市長不是生病嗎 是誰利用你副市長的生病 來做政治攻擊 我覺得這個副市長有夠慘 都已經病成這樣 已經被緊急開刀了 還要被你的市長消費 說他就是被文化部長給氣的 怎麼可以有人這麼沒有人性 而柯文哲還在受訪的時候說 這個政治也要不外乎人性 你先回家去照照鏡子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人性 所以我覺得對於台北市的 施政這件事情 已經有科學的數據來證明 每一次的評比 永遠六都之末 永遠最後一名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擺明了 台北市民對於這八年來的 柯文哲帶領的市政府的施政 是不滿意的 是給了最差的一個評價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會認為接下來的 年底的這場選舉當中 黃珊珊某種程度 其實背負了蠻大的一個大包袱 這也是或許是她為什麼 至今仍然不肯加入民眾黨 用民眾黨這個身份來參選市長 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會認為從這個民調的 施政評比滿意度 以及柯文哲不斷的 胡說八道式的發言 以及他在敬老這個津貼上面的 這種不願意遵守民主法治 遊戲規則的這樣子 破壞規則這樣子的人 其實對於台北市民來說 這八年是真正的羞辱 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最火紅的 大家帶動的活動叫做 為過去曾經支持過柯文哲 而道歉的道歉大會 事實上這個道歉大會 在網路上面已經道了好幾次歉 而今天又展開了 另一波新的道歉 柯文哲如果你真正的 有所謂新政治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你最重視網路聲量 你去網路上面看一看 看看當初支持你的人 如今是如何的心懷羞愧 以及你帶領之下的台北市 讓台北人民其實真的沒有首都的光榮感 剛剛四方委員講到一點我覺得超有感 因為我也是來自高雄 對於高雄市民的那種光榮感 你出去外面會跟人家很大聲的說出來 我是高雄人 我是高雄來的 那是因為城市的發展 現在呈現的樣貌給了市民這樣子的光榮感 但是你對於台北市民來說 你柯文哲必須扪心自問 你八年的時間有沒有給市民同樣的光榮感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所以你不要再糾結在那邊 這個要借兒子孫子的錢來發這些淨老金貼 這件事情你必須發 你該發 你必須遵守法律的規定去發 所以不要在那邊找一大堆藉口 來替自己的行為擦脂抹粉 每一次講到淨老金 柯市長他的這個態度就是這樣艱苦多汗 來這個庭委議員 講到姓老金 其實石七姐剛才有講 這個是台北市議會一致通過 藍綠 包括五黨籍議員 大家都覺得這樣子體恤長輩 其實沒問題 台北市現在是拍板說要發1200 這樣子的財政 對台北市真的會造成問題嗎 台北市不是資源最豐富 為什麼柯市長老是告訴大家 都要去救錢 你都要叫這好生存那一號去行銷 真的財政 台北市的財政有這麼樣的慘淡嗎 其實我真的覺得台北市民 這七年多真的是很悲哀 你看選擇一個市長 完全沒有民主法制概念就算了 還恐嚇大家 其實告訴大家市議會就是在監督市政府的編列這個預算 就好比我每個月假設我薪水三萬塊 我可能一萬塊要留著當生活費 然後可能五千塊給家用 那你要給你爸爸媽媽 譬如過年過節的紅包 你是不是平常就會存起來了 這個就叫做預算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在編列這個預算 那你怎麼會說那個叫做欠債還債 那以後是不是叫所有的兒子女兒孫子什麼 都不要給爸爸媽媽過年過節都賣紅包 因為那個就叫還債 那個叫負債是不是這樣 那就代表說他沒有這個民主法制的精神之外 他在胡說八道 因為為什麼叫做還債 原本台北市政府本來就有這一筆預算 是你自費武功把它廢掉 然後拿去別的地方 你還拿去別的地方 還記得是摸彩 摸到那些長輩老人家 大太陽還在那邊排隊曬太陽 所以不要說在被搞這個對立 所有年輕人你要記得 這筆預算 他並不是省下來給年輕人做什麼就業基金 或什麼的 他是去辦摸獎 辦這些活動 所以他在想說他的政治理念 笑死人了 你是什麼政治理念 你是綠的 還是藍的 還是白的 還是紅的 你就轉來轉去嘛 你有什麼政治理念 所以他當青年多 他到現在 他連預算都不懂就算了 他剛剛講的一個有為醫生 他的概念 他就是一個冠老闆 你的副市長生病是突然一天之間 然後被氣的嗎 是被你這個市長操勞到這樣子過勞吧 才生病的吧 你就是一個冠老闆 怎麼會有醫生講出一種 說那是被別人氣的 天啊 以前被你看的病人怎麼都是氣出來的 都是一天突然間氣出來的嗎 所以我說台北市民真的很可憐 七年多 選了一個沒有民主精神 沒有法治精神 然後連預算都不懂的 還講這種情緒勒索的話 然後當醫生也當的不太好吧 居然講他的副市長 是好像是被人家氣出來的 然後是腦出血是因為這樣嗎 你當一個醫生講這種話嗎 你當一個市長講這種話嗎 你就是一個冠老闆 所以我說所有年輕人 真的不要再相信這個 有民眾黨這種主席 有柯文哲這種主席的人 他講的就是出一張嘴巴 胡說八道 做事情都不會 他只是在做對立 讓年輕人世代之間有一些對立存在而已 他要的就是年輕人的選票 但是他只出那一張嘴 什麼都做不到 是 剛才其實有講到這個 被這個柯市長所指控的 文化部部長李永德 他有出來說 希望這個柯市長要有市長的樣子 不要推脫轉移焦點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副總統賴清德 昨天晚上從日本回來之後 其實隨後駐日大使謝長廷 他就透露了一個消息 他說其實這個月底 將會有七位日本的國會議員 也會來訪台灣 相關的訊息我們休息之後 馬上回來